现在虽然台湾国内的这个疫情缓解 但是来看看全球的疫情还没有结束 全球现在已经有超过758人感染了 当中死亡的高达42万 不过美国还是最大疫区 现在有208万人确诊死亡数 突破了11万人了 虽然说现在美国各州 还是开始陆陆续续的解封了 但其实专家就警告了 第二波的疫情 有可能就在9月份会卷土重来 而且呢估计10月的时候 死亡人数甚至可能总共高达17万人 不过现在其实疫情的 对于美国的经济上面的冲击 我们就带你来看了 这个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他的看法也是偏空的 因为呢他在最新的这个会议决定当中呢 就警告了说其实疫情呢 将会对美国经济带来长远的损害 那么他也说了 劳动市场呢将会好几年都没有办法复原 所以呢未来会持续的实施这个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甚至宣布了2022年之前都不会升息 好可以看到现在在多重的打击之下 美股的收盘也跟着重挫了 包括道琼工业指数暴跌了1800多点 三大指数的跌幅全部勾都超过了5% 这是创下了三月中以来的最深跌幅了 好这下川普又惨了 因为其实他主打的就是美国的经济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但是呢这次11月的总统大选即将来临 真的他不知道该怎么选呢 因为CNN最新民调来看看显示了 川普他的支持率又再度下降 跌到41% 而且大输了拜登呢 超过了这个10多个百分点了 那么现在就气了川普说痛批这个CNN民调根本是造假 要求CNN赶快下架道歉 不过觉得包括为了香港问题在内 全球现在都掀起了反中潮 包括美国英国澳洲都和中国杠上 但是来看看最近竟然有一段 15年前中国死刑犯的枪决纪录片 现在也在YouTube上面曝光了 这是呢当中有一名女死球 她在临行之前就对着镜头说 大家想要听实话吗 她说呢中国其实根本不是法治国家 而是人治国家 其实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法治上的国家 但是这样子罕见的影片流出来 也再度让大家对于中国的司法制度抱有怀疑 其实我们带您回顾 从这一次整个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的危机就不断地在扩张当中 不但是因为为了这个病毒的起源成了千夫所指 自己的经济也在走下坡 现在竟然不景气到连中国所谓恶名昭彰的五毛党 现在薪水也跟着缩水了吗 因为最近呢就流传了一篇网络上的真财文 当中就提到说要现在要争这个网络的评论的网友 那么以往呢其实这个五毛党发一篇这样的评论 为中国政府说话其实可以赚五毛钱的 但是来看看这一篇真财文 现在说呢其实如果你的中度内容的话 其实每一篇只能拿两毛钱 如果深度一点的话每一篇拿三毛钱 其实看看最低只有两毛钱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整个这个中国的经济下行的压力 同时也面对国际上一整片的就责声浪 真的让习近平深感内外交迫 再加上还有现在的香港问题 包括像是甚至连他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还处处的跟他唱反调 好现在焦头烂耳的习近平 似乎就被一张照片给曝光了他的最佳心情写照了 来看一张照片就是他呢最近去宁夏来视察 说要来决战脱贫 但是那张照片的前面竟然有一个超大的一个大坑洞 就被网友解读说 其实习近平是不是现在真的是遇到了所谓的一个困境呢 因为再往前似乎就要掉到坑里头去了